自從新冠疫情在美國流行時 美國控中心利用自己所有權力 禁止屋主將租客驅逐出去 如果他們沒有交租的話 這個禁令便受到挑戰 現在美國的最高法院在星期四 2021年8月26日出了一個結果 結果是美國的走心心無權這樣做 換句話說 業主可以有權將大約1,100萬個家庭 拒絕離開他現在住的地方 很可能會變成無家可歸者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CDC沒有這個權力 如果要繼續這個政策 需要國會特別授權 而在另外一方面 他們已經撥了460多億 準備用來幫助這些駐客 因為疫情找不到工作 沒辦法可以交租 但很可惜因為他們的官僚關係 這個費用還未有10%派出去 還有派了40億左右 離開他那個可以動用的資金 仍然差很遠 這就是官僚方面派不到出去 引致現在很可能 在今個月底 九月初 有很多人會被迫 就是要離開他們現在住的地方 因為業主要趕他們走 情況如何 我們就看看這幾天 他們的國會有沒有辦法 可以盡早通過一個法案 使得將CDC暫時禁止租客 繼續佔著這個地方的現場 至於如何可以彌補這些業主的收入 要看看他們的官僚方面 有幾快速可以將現在已經有的撥款 可以給到業主 我明白很多業主就是靠收租 來維持他們的生活 現在的租客沒有辦法交到租 因此有部分業主要靠這個租金 也會進入困難時期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美國的社會結構 出現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有錢的人 將大量的財富吃掉 因此現在美國的中陣階級數字正在下降 下降到哪裏 不是走上去變成有錢人 中陣階級變成窮人 我相信美國暫時是最大的問題 而在他們的最高法院看樣 亦都完全依法辦事 完全沒有任何緩衝 唯有就是國會去做事 國會議員有沒有這樣的心力 真的為這些人去做事 我們看看這幾天他們可不可以開到會 通過這樣的法案 但是因為他們兩黨政治 任何的政策 都要一輪互相妥協 妥協出來之後 一方面浪費時間 另一方面 結果也將會非常不滿 本來一個好政策 可以通過這樣的 所謂negotiation 初商 大家互相拉布 將想像的樣子做好 結果做到三不像 這些事情我們見得多了 香港人是這樣 美國也是這樣 大部份的多政黨國家 都出現這些問題 希望這些無家可歸者 現在還有 不會被人趕出來 變成無家可歸者 是嗎